《月满中天,兰花开,花香鸟鸟很古怪,机关算尽还不尽,高市脚踏,月色来》 古兴风对狼来格格说 你应该认得这张图 我想你一定认得这张图 但是我可以保证你一定想不到这张图怎么会到了我的手里 狼格斯不说话,因为他无话可说 他当然认得这张图 这是波斯王室埋藏在中土的宝藏分布图 波斯的王室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王族之一 而且是少数最富有的几个王族之一 在汉唐之前就有波斯的湖谷来中土通商 波斯的王族也久慕中土的繁华和角色 再加上王族权势的转移 所以有不少人委托这些商骨将财富载运到中原 藏密在某一个神秘的地方 这些财富当然是一笔很大的树木 但是这些财富的主人都享用不到了 一个有财产需要秘密藏密的人 通常都是活不长久的 而且往往会很秘密的死 替他们埋藏这些财富的人 死得更早 如果这些人没有让替他们埋藏宝物的那些人 死得更早的把握 怎么会把宝物交给他们呢 他们的人虽然死了 他们的财富也随之淹没 他们的死亡和财富本来都已经就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结 如果有人能够解开这个结 这个人无一就是富家天下的穷人 这一类的人虽然很少 但是总会出现的 这一类的人不但要特别的聪明 特别的细心 而且一定还要特别的有运气 这一代的波斯大军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件事 他从一生下来就已经拥有了一切 所以他这一生的命运已经被注定了 注定的并不是幸福 而是悲伤 一个已经拥有一切的人还有什么乐趣啊 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值得他奋斗和争取的事啊 那么他活着是为了什么呢 难道只不过是为了活而活吗 那么这个人和一个苟延残喘的乞丐又有什么分别呢 一个人的生命之中一定要有一些值得他去奋斗和争取的目标 这个人的生命才会有意义 这位波斯大军从很小的时候就认清了这一点 所以他幼年的时候就已经决定要做一些大家都认为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他要做的第一件事那就是要把波斯王室所有淹没的宝藏都发掘出来 他做到了这件事 最张地图就是他的成果 他调查过所有的资料 把王室中每一笔流出的财富都调查得非常的清楚 是什么人拥有这笔财富 是在什么时候从资料中消失的 在这段时间当中 有些什么人可以把这笔财富带出来国境 这些人到了什么地方 曾经到达过什么地方 在这些人之中也有哪些人和哪些财富的拥有者有过来往 这件工作当然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可是对一个又有决心又有运气的聪明和细心的人来说 天下那根本就没有他做不到的事 这张地图就是证明 地图上每一个标名有叉字标号的地方 就是一笔数目无法估计的财富埋葬处 所以这张地图本身就是一件无价之报 大军把这张图交给了朗格斯 他知道他的工作也是非常艰苦的 艰苦的工作必须要有后援 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后援能比钱财更有利呢 朗格斯当然也明了这一点 当然也知道这张地图的价值 他看过这张地图之后就把它毁了 因为他已经把这张图记载了心里 只有记载心里的秘密 人是偷不走也抢不去的 就好像一个人的心里某一些值得珍惜的回忆 只有用这种方法保存才能永远属于自己 他永远也想不到这张图 他怎么又居然出现在纸上 这张纸居然会出现在这个苦兴僧的手里 苦兴僧接着说 我知道 你看到我手里这张图 一定会吃惊的 因为这个世界上 本来已经没有这样一张图了 你们的大军已经把它交给了你 因为它已经记在你的心里 你把它毁了 那么 现在你手里怎么会有这张图呢 因为我会偷 我也像你们的大军一样 会用一些特别的方法 偷 偷别人已经埋藏在心里的东西 当然这种方法不容易 这种方法当然不容易 从朗格斯离开波斯的时候 这个苦兴僧就已经在注意他了 他的饮食 起居 日常生活 他的一举一动 他的每一个接触和反应 苦兴僧接着说 你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我动员了多少人去侦查你 你想不到的 为了侦测你的行为 你的思想 我一共出动了六千三百六十个人 那都是一流的好手啊 朗格斯这一次并没有镇静 要侦查他的行为并不困难 要侦测他的思想 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能捕捉到的人 对这一类事的判断 也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呀 所以要探测一个人的心里 所需要动员的人力 也许比出战一个军团还要多得多呀 要去偷一个人心里的图 当然也要比偷一个柜子里的图 要困难得多 苦兴僧依旧故作严肃 笑得却很愉快 在这一面 我相信这就是天下共推的 道帅出流香 他也未必高得过我 那是一定的 因为天下的人都知道 香帅他从不偷人心里的秘密的 如果他要偷 如果他要偷 他最多也只不过偷一点 别人心里的感情 是的 我是个江湖人 而且我轻言苦往进来所有江湖的历史 甚至远在百年前的名侠都不例外 可是我也承认在这一方面 楚留香是没有人能比得上的 是啊 楚留香从不杀人 他总认为一个人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 不管犯了多大的错误 都应该先受到法律的制裁 才可以确定他的罪行 确定他的罪行之后 才可以制定对他的惩罚 在楚留香那个时代 这种思想也许是不被多数人认同的 可是在现代 这种思想已经成为 所有文明国家立法的准则 朗格斯接着说 既然你也认为楚留香是个很了不起的人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他死 苦行僧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可是他的眼睛已经替他回答了 就在这一瞬间 他的眼睛里忽然出现了 说不出的怨毒和仇恨 朗格斯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再问第二个问题 你怎么知道大军 把这张图交给了我 这次苦行僧虽然回答了他的问题 却等于没有回答 他说 每个人做事都有他自己的方法 这种方法通常都是 不能告诉别人的 我也不例外 不管我用的是什么方法 你还没有走出波务寺的国境 我就已经对你非常非常的了解了 所以 所以你早就盯上了我 不是我盯上了你 而是你来盯上了我 什么意思 我当然先要想法子 让你知道我现在正在进行这个计划 是可以跟你要做的事 完全配合的 所以你相信 所以你相信我一到这里来就一定会来找你的 不管要用什么手段 都在所不惜的 是吗 是 你一定会这么做的 因为 因为你不惜用一切手段 也要得到我这张头 是 我不但要利用你的财富来助我完成这个计划 我还要利用 利用你这个人 来替我除掉那个蜘蛛和鸽头小鬼 如果我亲自出手 别人也许就会认为我太过分了 他们本来 都是他这次蜜月中的盟友的 如果亲手杀了他 飞探不治 而且不急 这一次计划 百亿点磨都算得很着迷 只有一切 是出乎我的意料 是不是 你为什么不杀那个小鬼啊 为什么 他刚才本来有很好的机会给你 你为什么不杀了他 是啊 在当时那一刹那 他的确随时都可以把这个鸽头小鬼绞杀于他那双长腿之下的 朗格斯说 我确实可以杀了他 我本来也想杀了他 为什么不杀 因为我忽然下不了手了 为什么 就在这一瞬间 我忽然有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 就在朗格斯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的身体和脸上也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表情 就好像一个怀春的少女 在一个温暖的种下之夜 忽然冲击了一只 一只男人的手 一个他喜欢的男人的手 朗格斯说 我忽然觉得 我忽然觉得非常非常的刺激 他的声音变了 仿佛变成了一种春夜的梦衣 他用这种声音接着说 就在这个小鬼 爬到我身上的时候 我就忽然觉得 全身上下都 好像被塞入了一个大毛桶子 一个人有了这种感觉 怎么能够下手去杀人 古兴僧的眼中第一次有了惊诧的神色 你说 你说什么 你说你有这一种感觉的时候 那就是这个体头小鬼爬到你的 身上的时候 是 这个小鬼能让你有这种感觉 只有他 能让我有这种感觉 从我青道初开的时候 只要他一个人 让我有这种感觉 古兴僧愣住了 他早就知道 这个狼来格格一定会对他说真话的 因为 阿姨已经把他推入了一个 不能不说真话的极限 可是他想不到他说出来的话 竟会让他如此的震惊 一个如此高大修长的美女 将天下的男人都看作狗屎 一个只有在对着镜子时才能发泄的自恋狂 怎么会被一个丑陋的侏儒 引发了情感 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 这种事谁能解释 朗格斯能解释 所以他只有自己解释了 朗格斯对苦行僧说 我相信 至少有一点你可以明了 这个鸽头小鬼和其他任何一个男人 都是完全不同的 我承认这一点 这个小鬼看起来根本就不像是一个人 当然跟别的男人不同 这个世界上 不是人的男人本来太多了 要弃非他一个呢 苦行僧也不能不承认这一点 就正如朗格斯也不能不承认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是人的女人一样 苦行僧接着说 可是这个小鬼还是不一样的 他 他就像是一条蛇 一只老鼠 一只蟑螂 一只壁虎 一只蜘蛛 看到他的女人 不尖声大叫 恐怕的都很少了 就因为这样 我才刺激啊 就因为他这么丑 这么猥琐 这么让人恶心 所以他抱住我的时候 我才刺激啊 你想想 如果这个鸽头小鬼 真是个漂漂亮亮的小男孩 是不是不好玩了 苦行僧又愣住了 一个女人 被一个正正常常的小男孩抱住 的确 没有什么刺激的 这一点无论谁都不能不承认 可是 不正常 不正常本来是一种刺激啊 也就是人类天生的弱点之一 对一个本来就不正常的女人来说 这种刺激当然更难抵抗了 所以 朗格斯说 所以我受不了那个小鬼 那个小鬼抱住他的时候 他的心里是什么感觉 肉体又是什么感觉 这些话 他本来是准备接着说下去的 可是他没有说下去 因为他忽然嗅到了一种他确信自己在此时此刻此地 绝无可能嗅到的香气 他嗅到了一种兰花的香气 现在还是秋千 距离花开放的时候还早 在这么森阴的一间书里 怎么能够闻到兰花的香气呢 他甚至不相信自己的鼻子 可是他相信自己是个完全健康的人 不但发育良好 而且从小就受过极严格的训练 他确信自己的全身上下 每一个组织那都是绝对的健全的 从来没有过差错 不可能这种事 本来是不可能在他身上发生的 可是现在却偏偏发生了 所以他特别的镇静 也许就因为他是个十分健全 而且反应特别灵敏的人 所以才会特别的震惊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每一个正常健康的人 忽然遇到一件自己认为 绝无可能发生的事 都是这个样子的 苏苏 苏苏也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他在绞杀柳明秋之后 才会忽然昏厥了 因为他忽然见到了 见到了一个他从未想到 他会在那一时那一刻见到的人 这个人是谁 这时候是什么时候 这时候月正中天 这时候月正圆 这时候兰花的香气 忽然像凌晨的浓雾一样 散不出来 不可能的 这是不可能的 在月满中天的中秋夜 怎么会有兰花开放 兰格斯忽然觉得自己在晕圈 整个人在不停地旋转 就好像忽然被侵入了一个转筒 因为他真的 真的看见了一朵花在开放 他真的看见了 他真的看见了一朵兰花 开放在这个苦行僧的脸上 一张苍白的脸 好白好白啊 除了白之外 他看不见别的颜色 这张脸是怎么会出现的 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 怎么会忽然 从那已苍苍充满 无限神秘的阴影之间出现的 这张脸究竟长得什么样子 什么样的鼻子 什么样的眉 什么样的嘴 什么样的脸 朗格斯没有看见 他没有看见 并不是因为这张脸 只有一片白 七七灿灿灿白的耀眼 他没有看见 只是因为 只是因为他看到了一朵兰花 一朵鲜红的蓝花 好红好红啊 忽然像血花 在他残白的脸上 绽放了 感谢观看